在越南首都河内 几十人趁中越西沙海战40周年之际 举行反华示威 几十个示威者高举恒额 声称西沙和南沙属于越南所有 但是示威受到多名军装和便衣警员阻止 他们驱赶示威群众离开 又没收他们的标语 有民众感到不满 声称他们只是纪念战役中的死难者 当局反应过敏 1974年1月15日至19日 中越两国因为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纠纷 爆发海上的武装冲突 越南海军伤亡几十人后被击退 越南的博物馆近日就举办展览 纪念这一场战役